布林肯此人长期反华 逮着个油头就要炒作中国威胁论 我们本不乐意接待此人 但架不住布林肯的多番肯请于是勉强同意了 毕竟布林肯说自己是为了和平与友好而来的 而且是美国的国务卿总得给个面子 且看他来中国到底是要干嘛吧 要是真为和平而来我们接待是天经地义的 要是故意来搞事那我们也算人质易尽了 没想到布林肯来中国还真是谈和平的 面对我们明显不冷不热的态度依然笑脸相迎 会见等级连续上升 最终得到了我国元首的会见 之前中美的外交氛围到底怎样大家都清楚 布林肯这人过去一贯的发言 是个什么论调大家也很清楚 所以这么高规格的会见 我们是不可能承诺给布林肯的 除非布林肯代表美方给出了重要的承诺 且很友好 两年前的布林肯是强硬反华的 谈判桌上直接对我方代表说 自己是从实力地位出发和中国打交道的 对我们的和平建议各种无视 两国谈判当然要考虑彼此的实力地位 但美国已经没那个资格对中国说这句话了 我方代表甩出这句话后就回过了 又对抗两年后认清了现实的布林肯开始精神分裂 一会说中国是美国的重大威胁 一会说需要维持中美之间的友好 彼此脱钩是不可行的 很难想象这种自相矛盾的话 是从同一个人嘴里说出来的 但过去的半年里这样的话布林肯说过多次 没想到这次访华布林肯 居然没有继续自己的精神病症状 说来有好的还真是来有好的 言论竟然一致了 我们中国用自己的实力地位 硬生生把布林肯的精神病给治好了 可惜好景不长 布林肯的精神病又开始犯了 6月25日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布林肯 希望布林肯能谈一下自己的访华成果 但布林肯顾左右而言他 说了一堆话就是不说自己有了啥访华成果 然后还说 美方将一如既往捍卫美国利益和价值观 继续做中方不喜欢的事 说中方不喜欢的话 说完这一堆话之后 记者还是想听布林肯说 访华到底有了什么成果 布林肯思考了一下正要作答 当众被老婆拉走了 所以到最后布林肯都没说自己访华有啥成果 只是反复强调自己的反华强硬形象 听听这是啥话 美方将继续做中国不喜欢的事 说中国不喜欢的话 说这话是有毛病吧 你要是想说这话 那你之前眼巴巴的来中国访华干嘛 客观来说这是真话 我能理解为什么美国要这么做 也能理解为什么布林肯这么想 反正已经五六年了 中美都是这样过来的 但你私底下做就是了 当众对媒体说这话是啥意思 还是记者问你有啥访华成果的时候 这不就是言论挑衅吗 我们理所当然的对布林肯的这种言论 表示了不满 反正布林肯也知道 他说的是我们中国不喜欢听的话 美国政客反华这一点都不稀奇 太普遍了 但一边三番五次的申请访华说来谈友好 一边刚从中国回去 就说出这种极端不友好的言论 这纯纯的是神经病 这所谓的友好连一星期都没撑过去 又过了几天之后 布林肯的精神病症状更严重了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办了一场活动 布林肯发表了公开发言 说美国必须找到和中国和平共处的方式 听起来还可以 但随后布林肯就表态称 美国必须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然后布林肯说 美国将保持一中政策不变 听起来还可以 但随后布林肯就表态称 美国会保卫台湾 以上这些自相矛盾的言论 不仅是布林肯一个人说出来的 甚至还是在同一场活动中 前后脚一起说出来的 这不仅是精神分裂症 而且是精神分裂症晚期 来中国的那几天布林肯的精神病难得得好了 这才回国没几天又发病了 好像病情还更严重了 其实布林肯本没有精神病 如今精神分裂的症状这么严重 全是因为中国 我们中国对布林肯的精神病负有重大责任 过去的布林肯虽然极端强硬反华 但精神方面没有毛病 言论长期一致 坚决彻底的反华 没有任何精神分裂的毛病出现 但我们中国长期不给布林肯面子 让他放下的狠话都没办法落地 其国内的政治环境 既要求布林肯反华 又要求美国经济健康有活力 既要又要 如果中国肯贵 那就可以实现既要又要 但中国偏偏就不肯贵 导致美国的既要 又要对布林肯 形成了双重挤压 几年后 压力太大的布林肯开始逐渐发病了 各种精神分裂的言论层出不穷 主观上布林肯的精神病 是被美国国内的要求给压迫出来的 但客观上中国的不肯屈服 也确实是导致布林肯精神发病的重要因素 布林肯做梦都想迫使中国屈服 这样他就可以完美交差了 可惜我们不同意 现在认清现实的布林肯 看到完美交差做不到后 只能糊弄是交差 缝缝补补补会日子 混一天算一天 反应在言论上就是精神分裂症 各种自相矛盾 所以说布林肯的病确实是中国引发的 借灵还需细灵人 既然布林肯的精神病是我们引发的 那我们就有义务帮他治好 今年六月份其实已经短暂治好了布林肯 他这次访华的时候言论终于一致了 我们很惊讶地看到了 一个精神方面完全没毛病的布林肯 这其实和我们中国最近几年 坚持给布林肯胃药是分不开的 可惜治好的时间太短暂 刚回国布林肯就又发病了 根据医嘱 这种情况需要加大药量 只要药给够 只要胃药的时间足够长 相信布林肯的精神分裂症是早晚可以治好的 我们中方承诺 将继续做对布林肯身体健康有帮助的事 说对布林肯身体健康有帮助的话 一直以来 中美关系处于一个十分微妙的状态之中 尤其是美军航母频繁闯入南海和台海地区 已经导致中美关系进一步恶化 虽然此前布林肯强行访华成功 但是并不代表中美关系就能得到缓和 说白了美国从未计划与中国真正缓和关系 就算是拜登访华结束之后 主基调依旧是打压中国 没有想到的是 近期美军航母似乎闯入南海上了引 根据媒体报道的消息 6月29日美军里根号航母再度闯入南海 同时还派出舰载机 虽然这已经不是里根号近期首次闯入南海 但是如此频繁闯入说明美国人暗藏更大的阴谋 此前美日法三国举行联合军演 美国更是一举派出里根号和尼米兹号两艘航母 除了向日法这两个小地秀肌肉之外 同时也是为了进一步震慑中国 让后者明白美国随时可以闯入南海 而且从未将解放军的拦截放在心上 不难看出美国确实不会放弃威慑中国 更不会放弃支持台独分子 更为重要的是 美军此次再度派出里根号航母进入南海 完全可以认为是计划进一步挑起双方之间的战争 堪称是不达目的事不罢休 说明美国人 无论对中国释放什么样的和平信号 永远不值得信任 当然千万不要认为美国人会参与中美大战 按照俄乌冲突爆发之后美国人的态度来看 眼下美国人大力扶持亚太盟友 甚至还将航发技术落地印度不断给菲律宾填透 足以说明将来中美一旦爆发战争 日韩飞以及印度也许会成为美国人的打手 至于这些所谓的打手 在美国人没有参与的情况下 是否敢对中国出手 估计白宫高层也不敢确定 毕竟他们面对的可是实力足以和美国媲美的中国 日韩飞印就算是拼尽全力似乎都不是对手 因此美国如果只是想通过航母闯入南海 来震慑中国并提升小弟自信心 大概率要美梦破碎了 再加上中国人曾经在数十年前 能将美国人赶回三八线 如今在家门口更不可能败给美国人 所以美国人最好掂量一下 数十年之前都打不赢中国人 数十年之后就能笑到最后